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表示虽然媒体表示自己之前否认了新闻 但是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没有否认过 这应该是沟通上的问题 对一直以来珍惜 我喜欢我的所有人我感到很抱歉 书表示自己和朋友们一起入酒店度假 机缘巧合的情况 下潜某了赌场 自己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了有海外有 久居住权的人在国内是可以进入赌场的 当时就是因为好奇才建了赌场 在没有搞清楚赌博规则的情况之下就签下了一大笔的债务 也偿还不了高额的利息 因此进入了恶性循环 自己确实是欠下了6亿韩元的高额费用 但是这并非全部都是赌赌 有一部分是因为自己个人的情况借的 书还表示现在自己已经确实的体会到了赌博的可怕 也一定会几块的偿还所有的借款 不再引发这样的正端 此前有新闻报道着 90年代出道了的著名女团成员 因为剩下了高达6亿韩元的赌资也被起诉 新闻忠诚这名女团成员今年37岁 而且还拥有着海外国籍 因此很多人都猜测是SES的柳正或者是书 而柳正方面已经进行了否认 书方面在今日关闭了自己的SNS 这些网友们更加怀疑了 之前报道称书否认新闻中的主人公是自己 不过下午的时候说又公开承认 确实是自己欠了巨额赌赃